有一些民眾不是在阻擋張志軍的車隊嗎? 那有人受傷,可是很多媒體可能會想寫什麼流血衝突 現場發生激烈的流血衝突,那我們可能就會寫有民眾受傷 因為流血衝突這種事情其實是一個很很強的東西 就是很多人好像真的就是在那邊大流血 可是事實上就是一個人受傷了 所以我們就會想要採取比較比較那麼聳動的方式來寫這樣的新聞 然後在平衡報的部分可能就會是說 像之前在3189就是有一個,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這效果 就是有一個健民解放區有一群團員 他們嘗試去批判那個現場的醫療通道這件事 那一天我在現場的時候其實我有看到這整件事情的經過 其實就是真的是有一些醫生有到現場 然後跟那個健民解放區的人在談這些事情 那最後那個醫療通道是被拿掉了 不過那個時候我在處理這則新聞的時候 其實我如果只有在現場寫這個消息 我可能就會比較從批判這個醫療通道的事情來寫 可是我事後就是覺得說 其實對於那個主辦單位跟醫生來講 他們一開始在思考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也是有他們的理由 然後可能他們自己也沒有感受到說 真的民眾有很大的不滿 所以他們也有點誤會 所以我後來就事後又再去跑去 為了醫生跟主辦單位的看法 他們怎麼理解這件事情 就是要讓每個角度都能夠盡量被看見這樣子 然後在新聞倫理的部分上 其實醫論壇其實還蠻在意道歉跟更正 就是我們每次寫錯一個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會立刻就發一整個消息 告訴大家說我們寫錯了事情 那我覺得道歉是傳統的媒體很不喜歡做的事 可是其實我覺得 不管是公民記者或是說獨立媒體 我覺得其實大家都可以去想像 其實出錯在現在這種時代 窮快的時代一定很容易不會發生 那我們只要坦蕩蕩說 我今天錯了我就道歉 其實這是你最好面對你的讀者的方式 然後另外就是要盡量保護消息來源 就是說當我們在採訪那個324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去拍照 或是寫這個人是什麼名字 可是後來想一想就是 這個事情如果對於後來警方想要收證 想要去起訴學生的時候 其實他就會變成是警察的一個證據 所以後來在名字上面 我們其實就有去給他用一個畫面 然後還有拍照的時候 我們會盡量不會去拍這個人很近的臉 那就是大家在寫東西的時候 其實也要想一想 就是說如果會有法律責任的時候 我們要盡量用保護消息來源的方式 或是說我今天想要呈現一個事情的時候 我就要注意我的照片上面 有沒有個人的資料啊 個人的電話啊 這些東西其實都還蠻重要 這也會介紹個資法的事情 所以大家可能在這個部分上 也都要注意自保這樣子 那最後可能就是要提醒大家說 寫作其實比較麻煩 就是直播你錄了 呈現出來你就成功了 寫作你必須回去思考 然後要經過一段時間的整理跟篩選 所以其實雖然我們現在這樣分享 但是大家可能回去還是要自己親自寫寫看 你才會知道會發生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多寫多練習這樣子 那你可能會每次每次就是自己累積經驗 所以可能就還是鼓勵大家就是說 盡量嘗試看 雖然有點累 就是有時候我們拆法玩回來也都不太想寫稿 但是就是你可以 嘗試跨出第一步 然後寫寫看然後再修改這樣子 好以上大概就是我們的分享 好那感謝嘉欣帶來這一段 編才務實的分享 然後我們接下來要進行 今天的主要課程的最後一段 那就是 那當大家學會做直播跟做採訪報導之後 我要如何把你的你製造的新聞內容 然後傳播給更多人更多人接觸到 那接下來我們請攝錄先來用 各位好吼 謝謝 謝謝